女作伴李彦俊 在我们的专访里又开启了屁话模式 约会时会想改造邋遢女孩 热衷喜香香 对自己的作品和造型奉行完美主义 这样的超严格的精致男孩 你们爱了吗 那你见到就是造型邋遢的女孩会受不了吗 不会到受不了 但会告诉她怎么改变这样 看她要不要去 那你一般性通常情况下面做造型 大概要在造型上面花多长的时间 自己的话当然就是比较简单一点 大概十几二十分钟就可以 但我只要花时间在洗澡上面会比较久一点这样 最久应该就几个小时泡澡之类的 就是说自己的要求会很高吗 平时 嗯作品上面对 作品上面那造型上面呢 呃造型也是我的作品的一部分了现在 所以都会统一标准 其实就是比较完美主义啦 对就是喜欢追求一些比较高标准的事情 尤其在音乐方面的话会想要给大家一些 呃感同身受的一些观点跟内容 所以希望能够引起大家的共鸣这样 多才多艺的小菊 还爆料自己接下来将会挑战表演 并且最想出演的是名人的反派角色哦 接下来可能会有一些新的领域的尝试 所以在学习相关的课程 是有演技上面的一些挑战 嗯嗯嗯 哦那个也会准备 对 首先练好普通话 我会去抓一些跟我比较 那我比较有能力去驾驭的角色 现在我可能能够塞进去的可能就是比较眼镜的角色吧 跟比较呃我其实蛮想尝试访派的 能够把他演的非常的不讨喜 大家都很憎恨他那就是一个演员的成功 当然他在音乐方面的创作脚步也不会停止 他表示接下来会有一个非常隆重的音乐作品 要展现给大家 你们现在就可以期待起来了 音乐的话 我现在在准备自己接下来的 一个比较能重的音乐作品 对 所以 呃 花了很多时间在 定方向 然后跟策划内容这样 跟以往的作品比起来的话会比较正式一点 现在有很多的风格在讨论中 但还没有定下最终的那一个 对 所以也给大家稍微期待一下 有了这样不断巩固音乐事业 还不忘拓展新领域的处女座爱豆 事业粉们可以放120个心了 感谢观看